市府从103年开始 配合中央经济部办理客家餐厅辅导计划 但市议员谢章文指出 计划的四层预算都用在了人事 实际上用在辅导餐厅经费根本不到一成 客家局则是回应 辅导餐厅经费其实不值一成 还包括了课程训练等等费用 梅干扣肉、桂花虾球等等的创意客家料理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市府从103年开始 就配合经济部进行客家餐厅辅导计划 希望借由评鉴等机制 提升和改善餐厅环境 但是预算的分配却有四成都用在人事 只有不到一成用在辅导餐厅 遭到议员的质疑 你光是人事经费的这个部分 就花了整个总预算里面的42% 占了500万 那这500万要做什么呢 你这500万要做顾问的咨询 要做这个课程讲座 讲师经费的这个支出 要做专家现场的这个辅导 就花了这个500万 可是呢 跟店家直接来补助他们的这个经费呢 只有102万 每一个店家只补助他 15000块钱去做这个电招 获得是相关环境的这个改善 客家局则是回应 102万的经费主要是用于提升店家环境 除此之外也有不定期提供店家上课 辅导等费用 主要是做一个识别系统 招牌的一个布置 我现在就跟你讲嘛 你一些课程的这个讲授 对不对 到底有没有符合 这个所谓 客家餐厅辅导除了店家本身的环境改善之外 还牵涉到内部的营运管理 餐点研发等问题 因此与其单看短期的成效 不如去看整体长期的各方面辅导结果 会更为准确 陶尾街区一号宣长报道 stato料 工作宣会